中文有个成语 叫做聪明反辈聪明物 英文有一个很精准的 正好可以跟它对应的一个成语 一个谚语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英文一起读 来吧 我们就来直接看这一个 Festhold的这一篇 先念给你听 Girlfriend 这是不是 对不起 是下一个 所以先看一个别的 我们学习不要只学那一个而已 让我多铺陈一下 让我多教你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get to 那个聪明反辈聪明物 有的时候我会先直接讲掉 有的时候会觉得留在后面当精华 来吧 先看这第一个 Girlfriend caught me taking some pills and asked what they were I was too embarrassed to admit they are hair loss treatment So lied about having a heart condition she told all her family how brave I am and how much she worries about me it's been too long to own up now 结束 All right 这说了些什么 Like again 我都已经有bold起来一些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些 片语类的东西来 帮你吸收 所以这里说 女朋友抓到我 干嘛呢 抓到我做后面这件事情 所以后面这件事情 我们多半会用动名词 来当做补充资讯 So girlfriend caught me 抓到我 taking some pills 所以抓到我在吃药 这个pill就是药丸 那她就问我 她们是什么药 So she asked what they were 那这人说 她实在太丢脸了 无法 以至于无法承认 他们是致 那个落伐的 秃头的 所以这里这个秃头的结构 相信同学都很熟 国中就学过 I was too embarrassed to admit 来承认这件事 承认什么事情 that they are hair loss treatment 所以这边有个词 叫做hair loss treatment treatment是治疗疗法 那hair loss就是调法 这样子 这个字我发现 常常很多同学会把它 跟lost搞混掉 因为lost这个字 原则上比较常识 动词的过去式 或者当成是 就是pp这样子 它比较不会当成名词 那名词是loss 所以要是今天 你听说一个人 发生了一件什么悲剧 家人走掉 或什么这些的 你可能会对他说 I'm sorry about your loss 那这个loss是loss 不是st 好 那最近有很多人 跟我讲这句话 因为我的爸妈走了 那他们都会把它讲成 很多人把它讲成lost 那我就心里有点觉得 唉 我也不想纠正人家了 就算了 好anyway 所以他是吃制法调法的 所以他就骗了 他就没讲真话 so lied about 所以他就 lied 骗 about what having a heart condition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委婉的说法 所以他的心脏有点问题 所以他不会讲 a heart problem 他只讲condition so I have a heart condition 就是我心脏有点问题 I have a lung condition 肺有点问题 I have a stomach condition 我有问题之类的 所以有问题不见得 一定要用problem这个字这么的明显 你可以说 我有点心脏的状况 I have a heart condition 结果女朋友 就跟他所有的家人讲了 然后就跟他说 我这男朋友 真是非常的勇敢 so she told or her family how brave I am 我是多么的勇敢 and how much she worries about me 他多么的担心我 所以要跟家人讲这两件事 那这件事情已经拖太长 长到他实在已经没有办法 来去跟他谈诚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片语叫 on up on是拥有 那加个up 我们一般就把理解为 你就去勇敢承认一件事情 那说好了 这算我的 我错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后面 讲满一点的话 就叫做 on up to your mistake 就这就叫做 勇敢的去承认 接受自己的错误 所以on up on up your mistake OK 那这里不见得是mistake 他可以说是他的lie OK 所以on up他自己的lie 他没有讲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第一篇结束了 来吧 我们看第二个 他这里说 这就重点了 OK 我们就会讲到 该讲到片语了 my wife sees what she thinks a wink stings on my dirty underpants and she laughs and says I am too horny for my own good the truth is that I blow my nose on them before throwing them in a hamper to save a hand key 这好多字可以说 你看我这边 充满了各种不同的 粗体话 因为这些都是 值得学的一些词 my wife sees what she thinks are wank stings on my dirty underpants 先看到这里就好 有老婆看到 我老婆看到什么呢 看到她认为是 wank stain的东西 在我的脏的内裤上 所以这个dirty underpants 就是她脏内裤 所以老婆看到了 她认为是那个的东西 所以这边这个what 就复合关带 我们大概得早时间 讲一下复合关带 今天实在也会尝到 不能讲这个 你也可以 或许我粗浅的说一下 这个what 你就可以理解为 the things that 这个the thing不见得是附属 也可能是单数 the thing that 所以我看到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她认为是那个东西的东西 你可能说 哇干你在讲什么 绕口令 所以她看到了一个 她以为是那个东西的东西 OK she sees the thing that she thinks are 另外那个东西 她看到了那个 她以为是那个的东西 到底什么东西 she sees what she thinks are wank stings 她看到的是 她认为是wank stain的那个东西 在我的脏内裤上 那讲了半天什么是wank stain 这比较英文的说法 一般来说 wank这个字 反正就是尻尻啦 尻腔啦 男生打手枪啦 所以这个wank的那个sting sting就是污字 简单说就是这个男 他老婆认为这个老公呢 尻尻 结果留在内裤上了 简单的说 污字留在内裤上 就再一次 my wife sees what she thinks are wank stains are my underpants dirty underpants 然后她就 老婆就笑她 然后就说 OK and she laughs and says I am too horny for my own good 你呀 太色了 OK 色到不太好 这个中文翻了乱七八糟 事实上真的很难翻成中文 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来我们来看吧 这里有一个片语 就是for somebody's own good 这其实是一个 跟我们今天讲 聪明反背聪明物 不一样 独立出来 这两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只看说 for somebody's own good 这本身是一个片语 所以我这里有 打出来给你看 for somebody's own good 就是为了那一个 谁谁谁自己好 OK 造句 所以我说 我劝你啊 为了你自己好 平常多喝点牛奶 比较不会骨质疏松 so for your own good you should drink more milk 所以为了你自己好 你应该固定运动 for your own good you should exercise more 所以这个 for your own good 就是为了谁自己好 就那么简单 for somebody's own good 可是 这个片语把它延长的话 前面加一个to 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再接 for somebody's own good 所以那个to后面可以接 信用词 对不对 所以这里有一些 不同的版本 too clever too smart too nice too generous etc now for your own good 所以前面加个to 什么什么东西 就变成了 这个意思就翻转了 它变成 你太 怎样 以至于 它变成了一个缺点 它变成了一个弱点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聪明 反背 聪明误 你太聪明 以至于变成是一个缺点 所以我特别把这里的 clever跟smart 给它bold起来 所以这里就 如果我今天要说 你啊 聪明 反背 聪明误 you are too smart for your own good 所以你看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讲 那个for your own good 是完全不同意思了 你太聪明 以至于这是个缺点 you are too smart for your own good 所以如果说 今天你真的很聪明 以至于考试都不努力 很有小聪明 可能你读个两小时 就可以勉强考个七八十分 所以你就不会努力 考到一百分 所以我看到你这样子 我就说 man you are too clever you are too smart for your own good 太聪明 以至于反而不好 这样子 我父亲 他跟我说过 他年轻的故事 就这样说过 他觉得他强记忆很强 以至于他很轻易的 考上了当年的台中一中 可是却因为强记忆很强 但是却不好好的 真正努力做学问 以至于很快就 就当掉转校什么这些 所以他高中读很多年来读完 这是他年轻时候 跟我分享过的故事 老人家的故事 所以他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he's too smart for his own good 好这样听懂了 那再来 麻烦的就来了 麻烦的就是这里的 smart跟clever 可以换成别的字 所以要是今天 你是一个非常好客 非常慷慨的人 以至于这变成一个你的缺点 就可能反而被人家占便宜 我就可以说 you are too generous for your own good 那请问你 这个我可以翻译吗 我们刚刚有聪明反被聪明物 难道我这里可以把它翻译成 慷慨反被慷慨物吗 没有这样的中文对不对 所以这个片语 这个结构 too什么什么 for your own good 其实它是超越了 聪明反被聪明物的 它的范围可以cover得更广 只是如果你把聪明丢进去 它就正好可以对应成中文的 聪明反被聪明物 但是它其实能cover的是 远超过这个范围的 你可以把聪明换掉 然后它就可以变成 什么什么反被 什么什么物 请自己填空了 我能做到就只有这样子 什么什么反被 什么什么物 所以这很棒 这真的很棒 所以回来这里 她老婆就对她说 你这个太涩涩了 涩涩到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你看这什么翻译 翻译好烂 可是我的讲解只能到这里 我们再看一次 总之她老婆看到她 裤子上脏脏的 以为她在那边 考考留下痕迹 所以她老婆就笑 she laughs and says I am too horny for my own good 希望你懂了 希望你懂了 OK 那事实上 the truth is that 其实她不是考考 the truth is that I blow my nose on them 什么是blow my nose 醒鼻涕 她拿她的 那个内裤醒鼻涕 before throwing them in a hamper 所以在她把她脏内裤 丢到hamper里面去之前 拿来醒个鼻涕 就为了省一个什么 省一条手帕 所以手帕叫做hanky 我们有时候比较常看到 是handkerchief handkerchief手帕 那这里的hamper是什么 就是你放脏衣服的那一个篮子 你可能说那不叫做laundry吗 dirty laundry OK的 但那个篮子叫做hamper 但hamper 不过那也有英式美式的用法 所以英式的用法 它就是a basket or box containing food for a special occasion 所以英式用法 它就是个篮子 它是一个拿来装一些 特殊时刻的 特殊场合的食物的 例如说一个装圣诞节的食物 a christmas food hamper 但在北美的用法 就是a large basket with a lid used for laundry 所以多半还有一个盖子 所以放脏衣服的那一个篮子 还有盖子的 所以它叫做laundry hamper 所以它北美用法跟英式的用法 不太一样 那它这边把它讲成hamper 其实算是北美的用法 但也无所谓 总之都OK 我相信 OK 好 所以今天这片大概这样也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片语非常棒 希望介绍给大家 有兴趣的把它记起来 然后让多人看一点点 把它传播出去 希望大家 台湾人都能够把这个东西学起来 反正我们每天把英文 每天学一点英文 让你长一点知识 长一点尝试 好了 讲到这里够了 我要开始胡言乱语了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